- 环球网查西,环球网报道,记者,查西,很久没有看到这样的情况了,9月12日,印度时报,ANI新闻网等多家印度媒体又开始炒作中国入侵,ANI新闻网援引多个消息人士的话称, 解放军在上个月,8月,至少3-4月过实际控制线,进入北安翘尔邦,这些消息人士还称,中国军队进入了4公里左右的阿拉霍地村,印媒称,这是入侵,Ingression,但是,据印度时报报道,当地的官员和警察要么拒绝证实,要么否认了所谓入侵的说法,并称我们没有权限对此做出评论, ANI报道称,印度北方司令部总司令迪尔,新闻在今年早些时候表示,这些事发生在我们对实际控制线有不同看法的区域, 他还称,印度和中国之间有完善的处理机制,特别是在最高层级,两国的特别代表讨论过有关解决兵界争端的问题, 今年6月,印度总理莫迪在第17届乡格里拉对话会上做主旨演讲时表示,如果印度和中国相互信任,相互支持,共同努力,亚洲和世界将有一个更美好的未来, 中印两国在管控分歧上展现出成熟和睿智,对此,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6月4日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道, 中方愿意同印方一道,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,维护好来之不易的中印关系积极发展势头, 不断增进政治互信,推进互利合作,妥善管控分歧,维护好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, 推动中印关系不断健康稳定地向前发展。